说不在意是骗人的。陈祥亲接大头正始末。 从偶像团体出走,陈祥自己也说过假使能重来,他会选择用饶舌表演的方式进入演艺圈。 偶像团体就是比较拘谨、拘束,可能有一些话不能乱讲,饶舌表演比较不用拘束一些事情。 不过他也解释,他觉得真正吸引他的,也不光只有唱作预言,而是可以展现自我的态度。 我上个礼拜来西门町晃晃,我看到街头艺人就是在表演说唱饶舌。 我印象深刻的是,我年高中时对方就在那边唱,到现在还是在唱,哇,好久了,人家还是在那边坚持梦想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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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